风靡全球的神韵艺术团2013年全球巡回演出揭开序幕后 14日在阿根廷布依诺斯艾丽丝的花旗歌剧院进行了第二场演出 获得观众更加热烈的反响 阿根廷媒体和艺文界等许多的知名人士都慕名前来观赏 请看本台记者来自阿根廷的报道 深受大众喜爱的阿根廷知名广播电台主持人罗伯特对神韵慕名已久 在观看了13号的第一场演出后意犹未尽 第二天又来观看 阿根廷知名节目制作人卡罗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演出的美好 演员克里斯蒂娜感悟神韵展现丰富的精神内涵 演员克里斯蒂娜感悟神韵展现丰富的精神内涵 他们用最美丽的词表达表达了共同的心声 神韵艺术团将在阿根廷继续上演六场晚会 让我们一起去继续分享他们的感受 新唐人记者江梅阿根廷布伊诺斯艾利斯采访报道